則不捨此文時,美國總統正在點票,拜登和特朗普的選情正在交著,可以肯定的是,不管誰人當選,都只會是小福勝出,而且,幾乎必定會出亂子。 問題是,此亂究竟僅限於法律訴訟之女的小亂,還是大打一場的大亂而矣?有人企圖用股市來預測,例如說,拜登勝出,股市會跌,特朗普勝出,股市會升,諸如此類,這當然是騙人的笨蛋說法,加因我的記性碰巧不錯,還記得當年的流行說法是,假如特朗普勝出,股市會大跌,誰知他勝出後,股市升足四年。 股市升定跌總一半機會猜中,雖然有人統計過,特朗普的競選承諾中,一百多項,只有二十五項兌現了,可視也不要忽略了,他的競選承諾中,和有息之是普遍認為是破壞經濟的,幾乎一項也沒少做了,例如把就業機會從中國搬回美國,和中國打貿易戰之旅,可視,在他任內,股市照升, 這也許反正出所謂的專家,都像哪位在香港的電視新聞中,哪位形容樓市專家的女人專家,吃X啦,不過,世人大都只是甘如記憶,因此,大家照樣講拜登勝出,股市就會崩潰,當然,我不排除,拜登勝出,股市會大跌, 畢竟,股市不是升,就是跌,就是由智障的人來預測,也有一半的機會猜中,全錯的機會,在理論上,和全對是一般的困難,因此燈神的作用才會舉足輕重,但無論如何,哪位形容樓市專家的女人的說法,是錯不了的真理 我記得她的支援會aż的una節,對,就這樣子做的應該也 special,lusive,有開始錄,寫你為誠意了,有一個內容了,於بد,對,你好。 小心, 很難以氣吧,有一個南強的人來歸的頭, 而且不 pointer我常躺住,不如的刷末,不進度,對,應該是像是非常的Thanks 很多這樣子的光, 感谢观看